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好 今天這個影片呢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現在這個妝 因為我最近好像有一陣子沒有拍彩妝教學嘛 其實我本來是想要拍Get Ready With Me而已 然後想說可以分享一個日常妝 但是結果畫一畫到最後就是好像也沒有到很日常 今天這個妝呢就是比較是韓系那種長眼線的妝 但是我有帶了一個假睫毛 可是我帶了一副就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假睫毛 你可以找到有多短就多短的假睫毛 沒有錯就是短就是它要比你的真睫毛長度差不多就可以了 有的時候可能會稍微長一點點那我覺得還OK啦 那這一副是稍微的還是有比我原本的睫毛長 那如果你可以找到越自然的越好 刷睫毛膏之後戴上短的假睫毛 然後再刷一次就是讓你的假睫毛看起來像真睫毛混在裡面 我會故意在假睫毛上面多刷幾層睫毛膏 看起來有一點混淆 覺得好像是原本的睫毛然後就可以刷得這麼濃密的感覺 所以這是我自己最近喜歡講話 就是有點小心機啦 大家趕快去找就是很短的假睫毛 那我今天這個妝呢其實用的眼影非常的簡單 大地主們就是喜歡畫大地色系的眼影的人可以做參考 那我今天難得就是把頭髮盤起來 我不知道大家看起來覺得如何 最近就是之前的影片嘛 就是我都會把瀏海夾起來 然後大家都覺得瀏海夾起來比較好看 所以我最近就把頭髮整個綁起來試試看 因為我的額頭很短 所以我真的 嗯我也不太適合留有瀏海的頭髮 就是會覺得這邊很擠 我希望就是頭髮綁起來之後 有覺得我的臉看起來會比較長一點 好這樣看起來有覺得臉比較瘦嗎 如果大家覺得我適合這個髮型 就是看起來臉有比較瘦的話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覺得這樣不好看的話呢 嗯可以微晚一點的告訴我 好 那今天我在拍這個妝容的時候 因為外面真的很吵 所以我就沒有講話 嗯之後可能就是會用剪輯的方式 後製配音 嗯其實我覺得自己當旁白是蠻奇怪的 而且好像大部分的人都不太喜歡 就是那種後製配音的 可是因為今天錄影的時候真的太吵了 可是我很想錄這個妝 所以就還是就是用剪輯的方式 錄音跟大家分享現在這個妝 希望大家還可以接受 那如果想看這個妝總化的話呢 就記得看下去喔 首先呢妝前產品 我會先使用這款自身糖的防曬 這款防曬它的防曬係數很高 而且我之前也講過很多次 因為它用起來就是妝很服貼 然後就是也不會反白 我都已經快要用完了 它整個就是推開來之後 嗯妝感就是它感覺很自然 完全沒有顏色 是真的完完全全不會泛白的一款妝前防曬 那再來呢這一瓶是 不小心用掉 這個是Mega Forever他們家的品滑機 那這個也是我已經用過一陣子了 應該常看我影片的人都看過它 就是隱形毛孔的效果很好 然後我通常會擠大概一厘米的量 塗在我毛孔比較明顯的地方 那再來這一款呢是零油光 它也是Mega Forever的 這一款就是控油 那我會用大概半厘米的量 然後上在我容易出油的地方 接下來呢就是我的粉底 今天的底妝用的是藉由這一款 呃低管狀的空氣粉底嘛 我會把所有的產品資訊放在下面給大家 那這一款因為它非常非常的液態 所以我就會直接點在臉上 那它的遮瑕度其實算中偏高的 然後我覺得整個推開來就是很很服貼很自然 我今天使用的這一支粉底刷是Morphe的 再來呢這個是Laura Mercier他們家的雙色遮瑕 我會用深色的呢先蓋我的痘疤 因為最近我下巴痘痘實在是長非常多 因為我的我有一陣子停用茶樹精油 然後就開始長痘痘 所以我最近有趕快把茶樹精油拿出來用 再來呢我就用淺色呢在T字的地方稍微體量 然後順便也遮一下我鼻頭上面有一些痘疤還沒有削的部分 就是用淺色的稍微再T字還有下巴提亮 接下來呢黑眼圈的部分呢我用的是DHC Q10這一支粉橘色的 先做一個顏色的校正 大家應該有注意到就是我剛剛的底妝沒有上在眼睛四周 就是眼皮上也是完全沒有底妝的 那這樣子會比較好上眼影大底膏 然後接下來呢剛剛那個是粉橘色的就是校正膚色 再來這個是IT Cosmetics他們家的Waterproof就是防水的一款 這叫什麼Under Eye Concealer 就是專門遮眼下的一款遮瑕膏 那這款遮瑕膏它的質地非常的厚 所以我會在手上先搓勻之後再把它輕輕點在上面 接下來這款是DHC他們跟迪士尼合作的一款腮紅膏 腮紅膏呢我會先使用在就是兩頰的部分 那就是看我想要的顏色慢慢的疊加上去 就是不要一次沾太多可以慢慢的疊上去 就看起來會比較自然 全部都上完之後呢接下來就來上蜜粉定妝 那今天使用的蜜粉是G凡希的這款蜜粉 那這款蜜粉它裡面附的粉撲其實我沒有很喜歡 所以我就把它拿起來我會用我自己的刷具 那我今天用的刷具是我之前有拍過影片分享的白鳳堂的蜜粉刷 這一支蜜粉刷我很喜歡 那我就是直接倒在粉刷上面 就是蜜粉刷上面然後直接輕拍在全臉 包括我們剛剛上膏狀腮紅的部分也要用蜜粉定妝 眼影打底膏的部分呢我使用的是NARS的眼影打底膏 這款眼影打底膏是我用過最控油的眼影打底膏 它用起來的感覺就是 感覺沒有什麼顏色但是它的控油度持妝度顯色度都很高 那我使用它的方法就是我的眼皮上不會上任何底妝 然後就是眼影打底膏是它的第一層 那上完之後就稍微等它乾一點再畫眼影會比較好 所以我會先來畫我的眉毛 我今天使用的是Maybelline的眉筆 這支眉筆呢就是它有雙頭一邊是眉筆一邊是眉粉 那我會先用眉筆畫完我的眉尾之後 再用眉粉的那一頭呢就是稍微的在整個眉毛上面做一個定妝 就是鋪上一層眉粉 那最後就是再用MAC的染眉膏幫我們的眉毛定型 然後稍微染一點點顏色看起來會比較統一 接下來呢就要用Laure Mercier這一支 它好像叫做夢露什麼煙燻筆的吧 我會把產品資訊都放在下面 我在飛機上買的那個機上組它總共是三個顏色 那我今天用的就是我買的這一組的顏色這三支 那第一個呢我會先用這一支顏色做整個眼皮的搭底 然後接下來呢會再用一個裡面附的咖啡色 它是沒有珠光的剛剛那個顏色是有珠光 這個顏色沒有珠光那我會先畫一點內眼線 然後呢再畫比較粗的外眼線 那他們家這一支我覺得很好用的地方是它的延展性很好 但是它乾掉了之後你就再也推不開它了 然後它有珠光的顏色也非常的細 那剛剛那個咖啡色的顏色我用比較扁平的眼影刷呢 把它拉出一個眼尾的效果還有一點點的下眼影 接下來呢我再拿出裡面最淺的這個顏色呢 做我的臥蟬還有眼頭的打亮 那這一支的顏色也很漂亮 就是我覺得最方便的就是因為它是鼻狀也是膏狀 就是延展性很好 然後你想要畫什麼形狀就畫什麼形狀 你想要推開就推開 眼影其實這樣子就OK了 但是在眼線的部分呢我想要我的眼尾更俐落一點 所以我用CLIO這一支咖啡色的眼線液呢 在眼尾的地方稍微加強一下它的顏色 那就是按照我原本畫眼線的那個眼影的那個位置 再稍微的疊加在上面 但是不會超出就是我原本畫眼影的位置 那最後就是來夾睫毛上睫毛膏 那我今天使用的睫毛膏是Kiss Me這一款 鮮長款的睫毛膏 這款睫毛膏我已經快要用乾了 就最近有在考慮要不要再買新的 那這一支睫毛膏真的很好用 如果你還沒有用過的人一定要去買 它就是完全不塌 然後又很很防水 然後非常的非常的自然 又非常的現場 那接下來就是來上我的假睫毛 假睫毛的部分 因為這副我已經帶過一陣子了 所以我上面已經有一點點的睫毛膏了 那如果還沒有就是如果是帶新的的話 就是你再上一層睫毛膏就可以了 那帶假睫毛的部分呢也非常的簡單 就是先從中間放下去 再放眼尾 最後再放眼頭 假睫毛的部分呢 千萬不要急著把它往上推 不然它就會黏在膠上面 假睫毛戴完之後呢 效果看起來大概是像這個樣子 就是一邊是只有上睫毛膏 另外一邊是有上比較自然比較短的假睫毛 看起來效果其實差蠻多的 那最後呢就來修容 我今天用的是MAC這款修容 這款修容其實顏色有一點偏黃 然後我剛開始用的時候覺得這顏色不太適合 但是因為我最近在努力想要把一些化妝品用完 所以我最近都努力的在用它 今天用這一款是資深糖的PK107 打亮我們的蘋果肌 這一個我非常非常的猶豫想要囤貨 就是它打亮蘋果肌的效果很好 就是大家應該看得出來就是兩邊的差異吧 看起來一邊就是粉粉透透的 然後有蘋果肌一邊就沒有 好然後兩邊都上完之後呢 最後就來上唇彩 那我今天使用的是Maybelline新上市的這一支唇彩 我的色號是Future One 我沒記錯的話 我會把所有產品放在下面 那今天這個唇膏呢 它是比較霧面的 然後我在之前也沒有上護唇膏 所以看起來會覺得比較乾 但是其實我是覺得上在嘴巴上不會乾啦 那我會用手指頭稍微的把它暈開 那今天的妝就完成了 那今天這個影片就分享到這邊囉 希望大家還喜歡這個妝容的分享 我自己是蠻喜歡這個妝的啦 就是還蠻簡單的 但是又不會太素 因為其實我不喜歡太素的妝 這樣子看起來就是還蠻簡單的 又不會太素也不會太滑翹 對我來說是日常妝嘛 就是我可以每天這樣出門都沒有關係 可是有一些人可能會覺得這個妝比較濃一點 那我覺得你可以就是選擇不要戴假睫毛 然後眼線不要畫那麼長 然後畫一個比較日常的唇膏 其實也是蠻日常的一個畫法 就是給大家參考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妝容教學 或是覺得這個妝容教學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別忘了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來看我頻道的人呢 也別忘了訂閱 那我會把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微博都放在資訊欄的下方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follow我 因為我還蠻常 我會盡量每天po 就是可能照片或是一些訊息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人呢 也可以在下面找到我 那就這樣囉 下次再見掰掰